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他的女儿站在前景 拍了一张日本海岸风光的照片 原本一切都很正常 但不久之后 马廷在照片中发现了怪异的东西 在女儿的双腿之间竟有着一双穿着五四伏的腿 照片中可以轻易的辨识出那是一双黑色的五四靴 他原本还推测也许拍照时 正巧有一名男子正站在他女儿身后 然而他的女儿和妻子很肯定 那一天根本就没有其他人和他们一起站在悬崖上 而且除非那名武士超矮 否则他的身体和头部也应该出现在女孩身后 很多网民怀疑马廷是批图 但有一位专家表示 这张照片是没经过修改的 多出来的手 这张全家福照片有点不对劲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在微笑的正常家庭 快乐地坐在千秋上 乍看似乎没什么不妥 但这张照片其实有个非常非常怪异的地方 看看最左边的小女孩 你会看到一只神秘的手出现在她身边 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她家人的手吧 但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着每个人的手掌和手臂 那么这只神秘的手看起来很娇小 所以似乎是属于一个小孩子的 这家人说他们不知道这是谁的手 但传闻这是因为这张照片是在他们闹鬼的房者旁边拍摄的 有人说这只手属于小女孩的鬼魂 但你认为这只神秘的手的背后可能是谁呢 意想不大的乘客 这是一张令人不安的照片 第一眼看上去很正常 但摄影师在拍摄后才发现令她鸡皮疙瘩的事物 Roy在美国家中看到一辆废弃的卡车 并认为可以拍成一张好的照片 但随后将图像显影之后 他看到了一些又不寻常的东西 卡车的窗户上竟有着一张脸 当时Roy在拍摄的时候已经确定没有人在附近 他那时甚至仔细检查了卡车 也记得里面是空的 那么Roy实际上是一名警察 所以他把照片拿回警局做检验 经过检验后他们也确定照片完全没被人动过手脚 那张脸似乎是一个女人的 而且看起来非常硬身苍白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这个女人似乎受到了惊吓 这雪的一切更令人不安 红盒子驱魔人 红盒子是早期的电影逐渐服务 你可以从这个盒子里注一部电影 看完后再把它寄回去 那么这里一名女子似乎正在这样做 整个画面被盒子正上方的隐藏监视器记录下来 原本没什么 但问题是 在这张照片中 女人的眼睛已经翻了白眼 而且她的头部整个直接向后倾斜 原本以为这是一个恶作剧 但其实这个监视器是完全隐藏的 所以她应该不会知道要在这个角度这么做 牛仔 电影制作团队想要为他们的宣传活动而拍摄 他们想要在背景中拍向美国北部的山脉 但却出现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如果你往男子的右侧看 你会看到草宗里有着一名穿着牛仔装的男孩 那么这张照片实际上是在一个古老的牛仔墓地拍摄的 这让一些人认为背景中的新影就是鬼魂 那么若是这样其实还蛮有道理的 因为她的颜色非常明亮 其中拍照的团队认为那只是一块原石 所以他们回到同一个地方去查看 但根本就没发现什么所谓的原石 脸 这是一张极其难以解释的照片 2007年 一位女孩正在为自己的社交媒体拍摄照片 她请她的朋友在她大学校园的灌木丛旁边帮忙拍照 直到她上转照片时 她才注意到她背后竟有些可怕的东西 在灌木丛中 两个可怕的笑脸正对着相机 而那名女孩在拍照当时根本就没有见到他们 吓坏的她马上自电给她的朋友询问 她拍照的朋友也说 她们没有印象看到灌木丛中的任何人 更不用说是两个人了 时光回到1930多年 这个家庭拍了一张卷家福照片 照片中有一位祖母 一位母亲和她两个儿子 原本他们希望照片重运回来后 可以得到一张不错的图像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照片中竟出现了一个看似从天花板掉下来的神区 拍摄这张照片的人声称 那里根本就没有其他人 而且当时也没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 这张图片至今为止仍然无法获得解释 其他人说 这是曾经住在这房子里的人的魂魄 收藏人 俄罗斯有着一座聪明昭著的恐怖森林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这群学生决定在这座森林里拍一张团照 并上传到社交媒体 几个小时后 他们的朋友留言说 为什么背景有个什么在笑 起初他们感到困惑 直到他们自己也在照片中的背景 看到了一个高大身材的形影 有些人认为 这是森林中形状奇特的树桩 但也有人说 这就是收藏人的真实版本 收藏人是有一次 Creepypasta的网路都市传说 但问题是 你认为这神秘的生物可能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